各位好 我是李碧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日期是5月22号星期日 农历是4月22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 德国西部地区遭到龙卷风的袭击 造成一个人丧命 还有40多人受伤 受灾民众心有余悸 狂风吹息下树枝瞬间折断 德国西部北莱伊西法利亚邦天气恶劣 暴风雨加上龙卷风 好几个城镇受灾 最严重的是在帕德堡市 大树被连根拔起 房屋摧毁 时速高达130公里的强风 相当于中度台风的威力 铁公路都受到影响 还有美国科罗拉多州 降下了罕见的五月雪 当地气温24小时之内 溜滑梯从高温摄氏31度 降到了摄氏5度 而在昨天21号还曾经降到零下一度 户外覆盖着猴猴的白雪 科罗拉多州部分地区降雪超过50公分 交通大受影响 还有超过5万户停电 丹佛在五月下雪很罕见 但也不是前所未闻 曾经在1975年1953年都发生过 而这次降雪也让大联盟球赛被迫延期 接着是大爱新闻团队在波兰的特别报导 中西部城市波兹南 距离华沙有280公里 这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 那么当地时间21号 慈激再一次举行发放 这一次是在两所学校 各有500位的乌克兰难民 那么乌克兰籍的志工 特地穿起了传统服装 为自己的乡亲加酒打气 塔诺沃镇这场发放 在一所小学的体育馆举行 这跟我们一共分成了16条动线 在一核对难民的身份之后 会提供购物卡还有毛毯 给500位的难民 柳德米拉母子 从乌克兰到波兰避难 快三个月时间 特地穿着传统刺绣服饰 到现场当志工 儿子负责毛毯搬运 妈妈仔细核对难民身份 工作人员当中有张华人连孔 他是张淑儿 曾担任大爱新闻记者 目前和波兰籍丈夫 在波兹南郊区定居 乌俄战争爆发后 夫妻俩决定替难民做点事情 其实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我老公就跟我说 我们应该可以做点什么 我们这么多朋友 都是无看案人 所以我就打回 就是以前大爱电视台的同事 然后就问他说 不知道此际 就是这次的行动 有没有想法 或者什么这样的计划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们 其实大家一开始 事情一发生 大家都很想帮忙 但是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 所以他们就介绍我 德国的事故 和欧洲慈记人亲信后 再加上慈记花莲本会提供资源 张淑儿和丈夫从三月初开始 在波兰启动多场物资发放 我们提出的想法 跟我们想要帮助的对象 他们都非常的支持 然后马上开会 然后马上告诉我们 然后教导我们 要如何去找到正确的资讯 然后如何让总部知道说 哪些是应该在第一波 做及时的帮助 哪一些应该在第二波 及时的帮助 远在千里外的佛教团体 却在波兰南这座城市 替难民提供援助 吸引当地电台前来采访 这个频道 我们送到海岸 我觉得他是很好奇 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那上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人物 那当然我们目前帮助的 这些卡 物资卡 那能够做什么 那将来准备呢 还要在波兰 或者将来在乌克兰 做什么 志工不会说波兰语 透过翻译才完成采访 而志工也不懂乌克兰语 每回发放都需要口译 因此趁机会招募会说英语的难民 果不其然出来了不少人 这样的一群人说 我们愿意帮助我们自己 乌克兰的乡亲的时候 力量就会出来 我们需要这样一群人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一起来支持 波兹南这边的志工一起投入 并且一起来做慈祭 然后他们最后都说 我们愿意请你们赶快联络我们 乌克兰难民乐于展现善心 慈祭也继续用爱与难民同行 大约新闻林国新万嘉宏 波兰报导 波兰东部城市的卢布林 这一里的发放呢 是由民爱会来收集资料 提供场地 那么慈祭志工则是规划流程 提供购物卡和毛毯 那么有民爱会的职员 也是乌克兰人 他移居到波兰好几年 在这一次的发放过程中 替家乡谢谢台湾 此季与民爱会的合作持续进行 定点更换到民爱会文化厅 宽敞舒适可容纳150人 原本一天七场的发放 可缩减成两场 减少乌克兰难民等待的时间 发放是由民爱会 费记名单 安塔纳西亚深刻明白 整理名单的迫切性 单子上每一个小小的名字 少一个都不行 因为2000年 真的太好 太多了 您的工作真的太好 非常感谢您的 因为我也是乌克兰 这是我的国家的民族 每次有人来到我们 我感觉在我的心里 他们哭 他们哭 因为他们需要帮助 我们很享受 对我们的工作 对于我们的工作 20751 毛台一张 谢谢 20812 毛台一张 一叠公屋卡越来越少 毯子一张 一张张 回来的文件单 则是越积越多 我爱你 苏智 谢谢你 然后就希望可以帮上一点点 我们就是多多少少 那你看到这样的过程 有感动吗 我心中 虽然乌克兰文 信听不太懂 但是可以感受到 大家都非常感动 在每一场发放前 志工希望做到彼此的了解 场面有时很活泼 有时一起露泪 对故乡的思念 都是一家人 把爱柔尽千言万语 这是一个信号 冥安会的乌克兰志工们投入发放不遗余力 最后换上刺激背心 粘在一起 套藏要跟您说的消息 我们也来关怀的是本土的疫情 在昨天21号的数字 本土确诊病例是84587人 境外移入有52位 病逝的有59人 那么我们本土的疫情 许多状况就是家庭当中 一个人确诊之后 全家也陆续确诊 因此指挥中心宣布 即日起会让民众更快地 获得医疗照护 如果确诊的居家照护个案 第一时间无法预约到视讯诊疗 或者是无法透过视讯诊疗来处理 那么必须先联系卫生局 再搭乘防疫车队 或者是同住亲友接送 或是自行前往 也可以由确诊者陪同去就医 但是全城都要佩戴口罩 那么报到的时候 也要主动告知院所 是确诊的个案 另外呢 偏乡地区民众就医不变 因此快筛阳性 等于确诊的族群 再增加 包括了原住民族 还有离岛的民众 一共有74处的乡镇市区 那么实施是从明天23号开始 增加一类 就是原住民族 及离岛地区居民快筛局诊断 也可以在快筛阳 经过医师诊断之后 来认定是否确诊 快筛阳等于确诊的族群再扩大 针对山地平地原住民乡 以及19个离岛乡镇实施 23号就会上路 快筛也会跟着到位 增加配送量能 方便民众购买 快筛的配方 加派这五箱 乡镇区公所都可以来 取得这种实名制的快筛 值得注意的是 中重症患者比例缓步上升 21号新增的一名重症个案 是只有9个月大的男童 本身没有慢性病史 15号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17号高烧送急诊 经过治疗 索性病况有所改善 在20号移除呼吸器 当家中有确诊孩子时 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 家长要多留意 在带去急诊前 其实在家中就有注意到说 有这个呼吸声音比较粗 我们叫做这个笑吼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可能因为上呼吸道 有这个发炎主射的一个关系 会有这个俗称叫做狗肺生 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 所以这是一个算儿童感染后的一个急症 本土个案新增8万多例 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这段时间观察疫情没有暴冲市成长 还算控制得宜 以这个现在的八九万到十万 如果作为一个高点来看 那疫情恐怕会拖得比较长 然后进来我们观察到的是 南北这两端都已经开始在平稳 甚至在下降 那现在等于是在中部 有微幅的成长 未来是否会持续攀升 仍有待观察民众没有松懈的本钱 大爱新闻 许英豪 台北报道 也来认识另外一个疫情 这是最近欧美以及大洋洲 好几个国家爆发的 喉痘疫情 那么喉痘病毒 它所引起的病症 主要是在灵长类 镊齿类的动物传播 偶尔会透过接触传给人类 那么喉痘会引起 类似天花的症状 从头开始 可能有头痛极度疲劳的情形 还有比较特殊的是 淋巴结会肿大 另外背部肌肉会有酸痛感 还有就是全身可能发热跟打寒颤 那么根据疾病管治署的统计 今年5月以来 一共累计了13个国家 超过100起的病例 其中又以西班牙和英国最多 目前台湾没有出现病例 但是会持续监测病情来发展 那么WHO也表示 会人传人的状况是有限的 台湾目前并没有疑似病例的一个通报 不过就是我们也针对像类似这样的疫情 也特别在关注 我们目前的做法 就是说 可以在我们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选择这个天花的通报的项目 那在备注栏中会填写这个疑似猴痘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注解 那我们就是事实上我们也有检验的能力 所以只要把检体裁检之后 那送到我们CDC就可以进行检验通报 台南柳营呢 有一个住家自设的慈祭环保典 那么这一位志工呢 是56岁的李茵茵 她呢总是两个人来报到 因为她会带着26岁 有重度脑性麻痹的女儿阿妙一起来 为的是希望她可以学习适应人群 一开始医生三百二十 就说老心麻痹 我们就很疲倦嘛 也是没办法 生一朵我们就是要学习 要去補 美 二十 伯母 二十 阿妙比起来 我就都要全身照顾了 开刀 夹装现了 我就都要做回收嘛 所以我就要他带来 因为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他很难花 对 對 秀法師姐 她都很高興 她來這裡都很高興 她看這裡師姐師姑娘 都很高興 我就很好心做了 我一直這樣子鼓勵她 你看你可以讓多少人覺得說 這樣子就可以帶出來 為什麼我不寫 慢慢的自己克服清潔 就把它帶出來 一開始來的時候 就沒辦法適應 嘩嘩叫一直叫一直叫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一直把她關在家裡 她看到陌生人她就會怕 我說你不用擔心 我們來安撫她 後來慢慢她就習慣了 我們再整理的時候 她就開始知道要回家了 她就 一直拍掃了 她就知道了 她很聰明 娘娘 拜拜 娘娘 拜拜 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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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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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愛哭 對 吃保養的 第一個保養品 好吃 九個多月就開始復健了 頭是中度的 後來因為越來越大 也沒什麼進展 就這樣就變中度了 智能重度 肢體也重度 她不會走 他 對啊 她在那邊都繞繞繞 她都會吞下去 她就不要跪了 一個一個狀況 就這樣 快點 過了一天 算一天 就像我們的保養品 這樣做 現在過了一天 我們沒有辦法 說 我說 你這兩個姊妹 要不要把妹妹 搭上手 不然 她只會送去那種 我們看得很不甘 所以那些小孩 如果送去那裡 我怕 人沒有辦法 像我們一心一意 這樣照顧 我們阿妙出來 洗一天 這樣胖一天 特別是在社區 讓她有一餐餘感 這樣 我們 我還想做運動 這樣也覺得很好 我來找她 對我來找 加拿大今年3月 迎接了第一批 來自烏克蘭的新移民 那麼慈濟志工 再一次到列治文山 社區內的烏克蘭裔的教堂 依據美戶家庭的需求 給予幫助 我們是第三戶的 兩個小孩 這個是6歲的 這是否叫畫圖的 援助烏克蘭新移民 志工依照美戶的需求 打包物資 有些物品還會寫上 受贈者的名字 社區居民陳念平 利用假日來當志工 共同行善 覺得很有意義 我今天是第一次參加慈濟志工 大家很努力地包著這些物資 我很幸運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志工第二次來到社區內的 烏克蘭裔教堂進行發放 即使語言不通 靠著手機翻譯軟體 讓愛無國界 其實沒有任何東西 在他們的手上 把所有的居住在家裡 把所有的居住 都放在家裡 祈求這裡的良好的未來 希望他們新的家 幾天前跌倒 拄著拐杖前來的伊麗莎白 原本擔心留在家鄉的女兒 還好最近先生已經找到工作 接回家人的希望露出曙光 我家裡還有媽媽 她也不願意移動 她是在西方的烏克蘭裔 我非常擔心他們沒有我們 想讓他們更快地結束了 這就是父親 你也可以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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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傾聽每位新移民的故事 給予心靈支持和前進的力量 善的循環也在這一刻開始建立 希望新朋友也可以 跟隨我們做這個祖筒 啟發大家的愛心 讓這個愛有更好的循環 輪流來到等他們都知道 在這裡雖然我們是不同種族的人 都會很希望他們來到可以安家樂業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珍月群 梁顏康 黃淑芳 加拿大報導 同樣是距離台灣遙遠的 非洲南部國家賴索托 慈濟志工邀請大眾愈佛 映陽高照好天氣 受政的慈濟志工穿著整齊進場 藍上衣 灰上衣還有白上衣的志工 在後面緊緊跟隨400人遇佛 和長虔誠祈禱 共同心願是天下無災難 雖然資源不充裕 志工還是仔細佈置禦佛台 桌子墊著綠色的布 象徵大地青草如荫 禦佛後 志工的小孩上場跳舞 肢體柔軟 個個都是高手 父母歡呼 讓氣氛更加熱絡 武術表演架勢十足 大男孩翻滾自如 父母帶小孩參加慾佛 結合舞蹈和武術 讓母親節 佛誕節 和全球慈濟日更加有意義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周兆麗 賴索托報導 天氣小叮嚀 今天開始一整個禮拜 天氣又要轉為不穩定的狀態 首先會受到 華南雲雨區東移的影響 在北部東半部還有金馬地區 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星期一到星期五 則有封面報導 各地降雨機率增加 也可能會有一些 中小尺度的對流發展 造成比較強的雨勢 所以這一週出外 請一定要攜帶雨距 氣溫方面也略微降低 但是整體感受 還是舒適到溫暖 我們來關心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二十一到二十五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五十 陶竹苗地區今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二十到四十 中江頭今天二十二到二十九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二十 雲家南今天二十二到二十九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二十 南部地區二十三到三十一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二十到四十 東部地區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七十 最後來看到外島十九到二十六度 降雨機會百分之二十到四十 踩天鵝船游湖很多人都覺得休閒輕鬆 但是現在比利時把它變成了競賽 來看看他們如何想要搶奪勝利 感謝您收看 祝您整天平安順心